星光点点散落在海面 漫步沙河沼与你穿一穿 想一想来想去想饭 你对我说爱我值得永远 放了爱情你停下来 你给的爱我哪里存在 爱的月圣像个月去月圣 曾能离开对你的依赖 到后来只为了挽留 放了爱情你停下来 能不能 你需要来 不要用背影 告诉我 一切一成空 不能凭着对你的思念 总是想起温柔的想念 慢慢张开梦的想念 光与千年只为见你一面 风啊 轻雨停下来 怎么那么紧张 有人跟踪我 有人跟踪你 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 好 知道今天是什么人跟踪你吗 不知道啊 我也在奇怪是什么人盯着我不放了 不会是上午警察说的那个人吧 也许吧 我也不知道 是的 没错 就是他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 如果发现有人跟踪你 你就报警 或者打110 好的 谢谢你啊 每天我请你吃饭吧 好 韩国料理可以吗 没问题 我介绍你家最忠宗的 谢谢你 那你赶快回去吧 我也回去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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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哎 海鸣 回来了 哎 哎 手机呢 怎么样啊 哦 幸亏服务员帮我收了去了 不然 我也得买新的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手机嘛 扎着扰着 使着奋着 可是女友嘛 哎 就不一定了 一不如旧 人不如新嘛 那我说今儿你们怎么了 一唱一喝的 说相证的 哎 怎么着 约会如何呀 约什么会啊 和谁 嘿 抓什么算的 我们跟这儿都看见了 轻轻我我 难说难分 一直送到宿舍门口 哎 这月黑风高的 我们还以为是家家呢 家家哪有这么娇羞 对啊 这拉咱们周平公子守的 怎么着也应该是 肃疯啊 我说你们都想到哪去了 我刚才回学校的路上 碰见了那他 他正好被一变态拦着 我就错小上去帮他解了围 刚才刚刚把他送回宿舍 还英俊就美呢 我说你有完没吧 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 别揍他了 啊 让开 让开 我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军训的时候就告诉过你们 我林海平就是打一辈子光棍 也不能找一外国老婆 喂 姐姐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我看见你姐夫了 姐夫 你姐夫跟踪你找到我酒店来了 所以我不想出来见你 就是怕碰到他 跟踪我的 啊 是不是一个瘦瘦高高 穿深色衣服的人啊 对就是他 他真的就是我姐夫啊 怎么了 哦 他已经跟我一天了 前几天还一直在到处打听我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姐姐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在电话里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明天我们见了面 再仔细告诉你 嗯 好吧 姐姐 我明天一下课就去找你 好吧 再见 江江 什么事啊 我没什么事 嗯 只是想问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哦 我刚吃完饭 现在在前柜 嗯 我可能要很晚才回去 明天早上帮我打分早餐吧 我这边太吵了 不跟你说了啊 嗯 拜拜 哎 哎 哎 真是多情总辈 无情脑啊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一棵树上 吊死了啊 你一环没完 等等 咱就此打住还不行吗 好了好了 开个玩笑而已 别急 我们上堂课 已经把剧中的主要人物的性格 给捋了一遍 我不想听你们说 我只想看你们演 请同学们把剧本翻到27页 我们就从周平和四凤 第一次见面这场戏开始 今天赵宁同学缺席 所以四凤这个角色 暂时由纳拉来代替排练 我 对 是你 李爱平 纳拉 请上台准备 真的 我和你真的 怎么说呢 你说是不是很有天意 我死去的母亲的名字里 也有一个瓶子 也许真的是巧合 你说是不是很有缘分 有什么好笑 排练的时候严肃一点 不是 那 对不起 我 我是觉得周平演戏太别扭了 就像您说的 扭扭捏捏的 想偷情 又不敢偷情似的 李爱平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对不起 阿尔老师 今天我的状态 有些不好 没关系 我们从刚才那儿接着再来 继续 我妈不让我和你说话 可是你已经和我说话了 你想和我在一起吗 想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了 要不要紧啊 快 快 快 叫救护车去 走 走 医生 他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 没有伤到骨头 只是肌肉 韧带 有些拉伤 比较严重 在这个位置 医生 那他需要多长一段时间 能够恢复呢 要一个礼拜 你们都回去吧 我没事了 别一个个都那么悲痛欲绝的 好像 我就要英雄救义了似的 不是英雄救义 是英勇救义 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吧 反正学校的排练 也不差这几天 正好啊 也让海平好好反省反省 对了 你落下这些课 回头 让海平给你单独补上 都是同班同学吧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倒 不担心这个 是啊 大膝大不要紧 可是你的京剧大赛怎么办啊 什么京剧大赛 就是娜拉和他爸爸当时的约定 芝芝 要是不能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话 一闭了夜 他就得老老实实回韩国 以后也不许娜拉再提什么中国梦了 真的假的 这么邪乎 那 礼比赛还有几天啊 三天 算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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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下 开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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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忙上来 咱又你忙啊 一下课就不见人了 不见的 好像不止我一个吧 哎 是啊 还得哪儿去了 想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去哪儿了 我呀 刚才去收发室 取包裹 看见咱们的海瓶 拎了一大堆吃的 出去了 拿着吃的出去了 能去哪儿呢 这还用问吗 看辣拉去了 这边请 谢谢 辣拉 姐姐 辣拉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你说什么事情 只要被大戏的 我能办的 我一定会办的 前几天我去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老同学 聊着聊着就说起咱们大戏来了 咱们不是没有服装经费吗 同学们还得自己抛 哎 他给出了个好主意 他有一个朋友是做服装生意的 也许说不定能够帮助怎么呢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对了 你先听我说 他已经打电话过来了 他说想见面聊一聊 可是我现在在录节目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就想让我去见他 对不对 是啊 那你有时间吗 我有时间 你等一下 我记下地址啊 你说吧 天朝饭店505 天朝饭店505饭店 那我得给大家谢谢你了 该谢的是你才对 先别跟大家说呢 等办好了 再告诉他们 给他们个惊喜 嗯 好主意 就这么办了 我马上去啊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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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孙 赵宁找你什么事啊 这个呀 叫天机不可谢了 哎 哎 继继 爱童你怎么了 这么着急 不好了 不好了 你知道吗 有一个神秘人 老是跟着他啦 现在在医院里边 走 咱们两个小同学过来帮忙看看啊 走 走 走 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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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k 走 走 你好 你好 那个我问一下 这儿的人呢 又是你 同志别乱来 我是娜拉的姐夫 你还想蒙我 你到底是谁 同志你冷静一下 我真的是娜拉的姐夫 姐夫 她为什么一直跟踪我们 你们又是为什么 都快结婚了 忽然又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都快晕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我和娜拉的姐姐 是在她父亲的 生日庆典上认识的 那个时候 我刚从美国回来 因为我们两家 在商业上 一直有来往 所以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讲 应该是 门当户对 所以 我和 娜拉的姐姐 交往很顺利 情感也很好 同时 也获得了我们 双方父母的认同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是 怎么说呢 也许是 我的爸爸和 他的爸爸 都是很传统的 韩国人 他们很看不惯 他们姐俩 对中国的那种兴趣 喜欢中国 有什么不对的 难道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 最大的分歧吗 其实 你姐夫倒没那么大意见 主要就是他爸爸 姐夫的爸爸 比咱爸还老顽固 他还劝爸爸说 当初就不该送你到中国来读书 他还说 更不该跟你打赌 如果你赢了竞技比赛 就可以随你留在中国 这么可恶 那姐夫不会也是这种人吧 其实我在去美国读书之前 已经在香港生活过两年了 帮父亲打理一下那边公司的业务 对于中国的感情 虽然说不上那么亲切 至少还是有很好的印象 怪不得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谢谢 其实我觉得你和 那拉的姐姐 没有很大的问题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都怪我的 父亲 订婚那天晚上 他喝多了 他又在叫醒那拉的姐姐 让他好好地做个 韩国媳妇 不要老想着往中国跑 你说什么 他爸爸这么数了你 他就站在旁边 一句话也不说 他就是个大孝子嘛 不管他爸爸说什么 就算他不同意 都不会当面顶撞 这恰伙 尊敬长辈是对的 可是老婆也是要保护的呀 我真的很后悔 一定是我让他太伤心了 他才一声不响地跑得中文 所以你找不到他 但是你知道他肯定会去找他的妹妹 你到处打听他的消息 并且跟踪他 是的 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相信 如果你们的感情真的那么坚定的话 你们这么一点小小的误会 肯定能够得到解决的 真的吗 他真的能够原谅我 这么看来 姐夫也是有些身不由己 反正他就是对我不好 喂 难拉 你现在和你姐姐在一起吗 是啊 你知道我和谁在一起 你 跟无私还是佳佳 都不是 我现在和你姐夫在一起 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的 你姐夫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他这次来北京的目的 就是要对你姐姐说对不起 这样问他吗 一会儿我们在医院的门口见 怎么了 姐姐 我们回去吧 去哪儿 回医院了 我同学要带一个人来见你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们现在去医院 去见大拉的姐姐 真的 她愿意见我了 她又不愿意见你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打电话告诉大拉 让她帮助 真的 姐姐 你要听我的 你一定不要冲动 我同学把什么都安排好了 可是 哎呀 你就放心吧 反正一切听我安排就是了 如果有什么情况 我们就见机形势好了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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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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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儿 再来 我们在他的楼赛 看见那个神秘男人了 他从另一边都下来了 我们赶快走吧 快快 快快 快走走走 你们先带娜娜她姐姐进去 然后我们在这儿打一会儿 好吗 好 走 等不等 你们弄错了 那个男人是我姐夫 你姐夫 到底怎么回事 我都晕了 姐姐和姐夫他们两个闹别扭 姐姐就跑到中国来找我 姐夫是特意来向她道歉的 完了 这下个越帮越忙了 你姐姐呢 姐夫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进去找姐姐吧 那咱们走吧 现在只有这个房间没有看 肯定是在这儿 可是他们都化着戏装 我怎么认得出来呀 我知道了 姐姐是在考验你呢 看你是不是真的和她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要是现在能把她找出来 就说明你们两个真的有缘 就像你们俩第一次在我爸爸的生日宴会上 一见钟情一样 如果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那你就立刻回韩国去吧 再也不要来找姐姐了 我一定把你姐姐找出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您好 您是刘经理吗 我是 你好 你好 我是影视大学的吴斯 影视大学 哦 是谈那个大喜服装的是吧 对对对 不是说是一个女孩子姓赵 赵宁 对 好像是这名 她今天有点事情 她过我来了 我来跟你谈那个事情 那行 那你先进来 可能我们这个大戏的情况 你也都了解了 说实话呢 我们这个大戏啊 没有什么打牌明星 片房收入呢 也不可能特别轰动 不过我们都相信 我们这个大戏 肯定会有很多人都关注的 再说了 我们班同学啊 也拍了好几部知名影视剧了 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这个我都明白 你们不就是想要点免费服装吗 对对对 您这也算是为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 出了把力啊 您放心 我们会在宣传室后面 打让您的广告落过的 而且呢 每场演出 都给您留一定数量的票 这个都没问题 那好吧 那你等我两天回信 我再和上道商量一下 那好 那就让您费心了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我遇上赵宁 咱们三个人出来坐一坐 不用了 你们赚钱也不容易 等你哪天成了明星 别忘了我就行 哪能呢 您也挺忙的 我就不打扰了 那我就等您电话了 那好 那好 那谢谢您了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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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水 唱 大水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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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麻烦您开快点 我今天接爱童的班 你们谁还要上医院看哪拉 我要去 我也去 丁海平 你不说今天要陪我逛街吗 你怎么还要去医院 我们先去医院看哪拉 然后再陪你逛街行吗 算了算了你去吧 你要是回来早的话 给我电话 快点走吧 阿比昂 好了 大爸 唱 大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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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爸 唱 大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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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医生对不起就好了 你总是要耽误全满同学的上课 还有 昨天你为什么无故缺课呀 那拉 不要以为你最近进步比较快就放松自己了 明天就要比赛了 你这个样子啊 我看很成问题的 对不起老师 我真的不是 好了好了 赶紧抓紧时间 准备吧 来 从你开始 奇怪了 我才出去一会儿 刚才明明两个人还在这呢 你们先别急 他们两个人呢 不会意义消失的 哎 姐夫 你们去哪了 那拉呢 咱们小的事 别让大夫听见 我刚才把那拉送下楼去了 打车让她去京剧学校了 可是那拉的脚伤刚刚好一些 就这样急急忙忙送她去训练 万一再受伤了怎么办 你说的不错 可是明天就要比赛了 那你不能让她老躺在床上 那不是心里更难受吗 都是我的错 我想那拉也大了 她自己应该有分寸 我也很感动 她有那么大的毅力和坚持的精神 对啊 京剧始终是那拉的一个中国情节嘛 哎 不然这样 我们待会儿好好犒劳她一下 海萍 你去接那拉 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安排 怎么样 好 那走吧 再来个 再走一个 好 走 走 怎么了 那拉 哪不舒服 脸色这么不好 老师 对不起 我没事 那拉 明天就要正式比赛了 你可不能练伤了 上课以前 我可能把话说中了 你要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要告诉我 嗯 谢谢老师 嗯 好的 进了 川 你找我呀 坐吧 出文 我知道 你这么一声 你叫我来 肯定我哪有做错事情了 你就告诉我吧 我哪做不对 你不知道是吧 那人家怎么找上门来了 啊 你给我说说看 你是怎么利用大戏公演出去骗钱的 骗钱 我哪儿骗钱了 我冤枉你了是不是 啊 那人家怎么把电话打到戏里来了 说什么 拉什么演出服装赞助费 我问你 学校和领导让你去拉钱了吗 那个王八蛋 被吼白我一脑 不许说脏话 主任 您听我说 我们这个大戏演出经费 真的是很不足 连我们自己演出服装啊 都要自己去买 找我一个朋友 他说可以帮我们赞助服装的 可是没想到 那我问你 学校和系里让你去拉了吗 啊 没有让你去 你就是诈骗 诈骗你懂不懂 我好心好意的 怎么能说是诈骗呢 请进 哦 安老师 我正好要找你呢 哦 我刚在门外听到了几句 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您怎么样行不行 先让无私同学 把这件事情的经历 给写一份报告 当然 还得写一份检查 这件事情 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我想跟您单独说两句 哦 海萍 你怎么会在这 我来接你的 你一直都在外面等我啊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 是我让你变成这样的 我来背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走的 放心 我是不会背你回医院的 上车吧 这不是去医院的路啊 不着急送你回医院 八点钟之前送你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去哪里啊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姐姐 姐夫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还和他们在一起 你没想到吧 快坐吧 菜都凉了 爸爸 你的这些同学 真是太热情 太好了 就像是一家人 好了 我们先为 娜拉的姐姐和姐夫 能在一厢团聚 干杯 还有还有 让我们预祝 明天娜拉比赛 总统而归 来 干杯 今天 真是谢谢你们大家了 尤其是你海平 谢谢你 你在这么说的话 我会生气的 我们都是同班同学 再说了 这件事是因为我而起 如果那天我扶住了你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明天你就要参加比赛了 别说了 还说我像唐僧老师 啰嗦同样的话 我看是你才对 你要是再说这样的话 我可要生气了 好 那我不说了 那我就谢谢你了 对了 还有 等你的脚完全好了以后 我给你补课吧 海平 你可真是个好人 喂 佳佳 我现在在医院呢 我刚才拿她回来 什么 她不是一直在医院吗 你们干什么去了 佳佳 我们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喂 佳佳 对不起啊 海平 不关你的事 那你赶紧回去吧 好好跟佳佳说说 我先死你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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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我 你不用说了 我都听护士们告诉我了 其实作为一个医生呢 我应该尽职的阻止你在这个时候 去参加什么竞技比赛的 大夫您 但是我还得告诉你 虽然你恢复的很快 如果我不小心的话 恐怕不是在床上躺一个礼拜这么简单了 可是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 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 我是一定要去参加的 好吧 我现在就给你打一针特效指藏针 可以让你像正常人一样 真的吗 可是如果你不小心 后果会很严重的 一旦要想失效 可很疼啊 只要能顺利的参加比赛 我什么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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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着急吗 是啊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看这架势 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了 你说这孩子 到底怎么回事 这急人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来 哎呀 老师 怎么样 都到了 就差拿拉一个了 你说这事 怎么回事呢 这是 快快快 再去 去快点 还有个东西电话别忘了打 他现在来了没有 一直没看到啊 我也没看见那拉 那拉还没有来吗 还没来呢 海平也没有来 可是 可是 比赛就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千万别晚了 你放心吧 有海平在呢 师父 我们下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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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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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